而外界关注的还有金华城容积案 争议持续的延烧 台北市议员尤淑会再爆出当年柯文哲盖章同意 都委会拒绝在行政诉讼中和金华城和解 但是另一手却要求把金华城陈勤案送入都委会审议 尤淑会也秀出当年的会议记录 都委会内部成员也认为程序上有问题 那面对这样的质疑 柯文哲还是呼吁市府和市议会公布所有资料 以供检视 牵着柯妈妈的手走出医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近期深陷政治献金账目以云 趁周末转换心情来探望父亲 但外界持续聚焦 台北市长时期金华城容积案 当年主帐时到底有没有亲自开绿灯 我发现我只有盖了两个帐还三个帐 剩下的就是都市计划委员会 都市设计委员会专案小组 他们要去处理我都没有再去拨问 就是这句话调出更多疑点 金华城调查小组召集人求淑会指出 民国一百零九年二月 金华城在和都发局行政诉讼中 要求和解 都发局为避免图立厂商 上报公文表明拒绝和解立场 柯文哲亲自合章还押上速审速决四个字 没想到 谁知道一转眼他又接受了金华城的陈情 而且还直接交代要求送入都委会去研议 金华城的诉求 疑点这就来了 行政诉讼都还没出炉 市长就指示都委会审理是否恢复金华城容积 当时的会议记录显示 都委会成员认为 会议本身不是法院 无法判定恢复与否 由都委会变更过去的决议 是非常不合适的程序 前三月讲到现在几月 八月 五个月了 查出什么东西 这个传讯那个传讯传来传讯 柯田市长说他不对个案进行指示或指挥 但事实上他对于金华城个案的介入之深 算是非常罕见的 随着疑点陆续爆出 百亿楼地板面积 迷雾里的黑手究竟是谁 就等剪掉 抽丝剥剪 华视新闻张震陈建达特别报道 哈喽 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